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忆来说 对你们来说真的不是什么问题 我也希望能给小朋友多多的参与 为提高自己的中文素养 同时能够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首 有什么样的诗呢 这首诗的作者是来自于明朝的一位大臣 明朝的大臣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 你们可以想想哪些是明朝的大臣 非常有名的 会像诗歌的 其实想一想就马上出来了 我们先说这个诗歌 诗歌除了描写景物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够抒发自己的内心思想 比如说借风景 写事物来写人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首诗 写的是再普通不过的石灰 明朝的诗人写石灰的 大家应该呼之欲出了 虽然写石灰 但是却表达了诗人 为国尽忠 不怕牺牲的意愿 和坚守高洁情操的这种决心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石灰银 明朝于迁 千锤万凿 出身山 烈火焚烧 若等闲 粉身碎骨 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银就是歌颂赞颂石灰的 银指银颂是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 千锤万凿 无数次的斧锤去开凿 因为采石灰在古代是非常困难的 千锤万凿 要锤打 要用凿子把原材料 把它凿下来 采出来 弱等闲就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弱就是好像 弱等闲 清白指的是石灰 洁白的本色 在这个诗里边又用它来比喻 人 高尚的情操 只留清白在人间 其实就是在人世间的留下 清清白白的情操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 就说这个石灰 石灰石 只有经过千万次的锤打 才能从深山中把它开采出来 他把熊熊烈火的焚烧呢 当成一件很平常 很普通的事情 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 甘愿把这一身清白留在人间 于谦这个人呢 从小学习刻苦 志向远大 相传有一天 他信部走到一座石灰摇前 看着师傅们在断烧石灰 石灰盐採出来之后 一定要再加工才能成为用的石灰 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 经过熊熊的烈火焚烧之后 变成了白色的石灰 他深有感触 略加思索之后 就写出了这首石灰银 石灰银也同样的是 快智人口成为大家 长久以来传颂的一首 非常非常有名的诗 千锤万凿出身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明朝于谦所写的石灰银 休息一下 在后面的中华小故事中 我要给您讲一个于谦的故事 于谦和明英宗 土木堡之变的故事 希望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璐 今天我们和子菲老师 学习了一首 明朝诗人于谦写的 石灰银 那么在过去的诗歌学习当中 我们学到了很多诗人 写的不同内容的诗歌 比如说他们有写景色的 有写春天的 有写花写草的 这些诗都有 但是我们今天学到的 这首石灰银 非常的特别 诗写的是一种特别的东西 叫做石灰 那么石灰这种东西 可以怎么样来被赞颂呢 那么这首诗就可以 告诉我们答案 这首诗是这样的 千垂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那么诗里面就说到了 这个石灰碎骨粉身都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其实啊 他真正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是说到诗人于谦 在看到了这个断烧石灰的时候啊 把一堆堆青灰色的这个山石 最后都炼成了白色的石灰 他由衷的发出了一种感慨 那么这种感慨呢 就是鼓励大家要有这种清白的节操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汉字小课堂里面 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清字 清它的写法是左右结构的汉字 左边呢 是三点水偏旁 右边呢 是一个青草的青字 其实啊 过去在我们讲另外一个字 感情的情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这个青草的青字 在古的时候啊 这个青它其实是一种矿石 那么将这种矿石研磨之后 就作为非常重要的颜料 那么这种矿石的颜色 叫做苔藓色 也就是偏绿的这样的一种颜色 也就叫做青色 当然青在古代的时候啊 还可以代表另外一个字 就是我们现在的 在青左边再加上一个单人旁 叫做茜 那么茜这个字 它的本意啊 就是指美丽的意思 那么如果青草的青 它是指这个意思呢 那么青也就是指美丽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了 这个清水的青字啊 它左边是三点水旁 右边是一个青草的青字 那么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意思 结合在一起 三点水表示水 那么右边的青表示美丽的意思 结合在一起啊 也就是指水 非常的清澈漂亮 就叫做青 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下词 首先 青它的本意是水啊 非常的清澈漂亮 没有杂质 所以我们可以组一个词 所以我们可以组一个词 叫做清水 造个句子 那么清水里呀 可以看到小鱼游来游去 所以说也体现出了清水的特点 没有杂质 非常的清澈 当然还可以组成 比如说清泉 表示泉水很清 很透彻 叫做清泉 当然清这个字啊 不光可以说水 也可以说其他大自然的事物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清风 说这个风啊 都像水一样的清 那么说明 这是让人很觉得 这个舒服的风 叫做清风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说早晨 可以说清晨 清晨呢 就是让人感到很清爽的清晨 接下来我们再用清来组一个词 这个词啊 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用到 这个词叫做清楚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听得很清楚 都是这样的一个清楚 可能在家里面很多的家长 会和小朋友问说 这件事情有没有清楚 那么你可以回答 清楚了 或者说不清楚 接下来我们造一个句子 比如说 这里的水啊 非常的清 那么清到呢 连水底的水草 都能看得很清楚 这里面就说 看得清楚 当然也可以说 想得清楚 把什么事情啊 想清楚了 理解清楚了 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比如说家长问你清不清楚 意思就是说 明白不明白的意思 那么如果啊 要把事情说清楚 还有一个词 叫做 澄清 那么一件事情 它出来了 如果说有不正确 如果说有不正确不清楚的地方 那么这时候啊 就需要当事人出来 澄清 澄清啊 就是说 这个把这个事情的来龙 去脉 都给说清楚了 就叫做 澄清 那么清这个字啊 还有弄干净 弄清楚的意思 比如说 比如说 组一个词 叫做清厂 厂呢 是厂合的厂 厂子的厂 这个意思呢 就是让厂子里边 没再有人了 就叫做清厂 当然还有一个词啊 发音特别的相似 叫做清厂 这个厂呢 是我们说的 厂子的厂 那么我们说 有一些茶呀 或者说饮料 它具有的功能 叫做清厂功能 清厂就是 扫除肠道的 长时间的这个污垢 叫做清厂 它们是发音 比较相似的词 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 清还可以用在 其他的这个动词里面 比如说 也是非常经常用到的 一个词叫做清洗 那么当我们衣服脏了的时候 就可以放到洗衣机里 去清洗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 这个洗衣机坏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用手去清洗 是一个动词 当然这个动词有清在的 除了清洗 还有一个词 叫做清洁 做清洁 清洁清洁卧室 清洁清洁洗手间 清洁清洁清洁厨房 都是这个清洁 另外还有一个动词 叫做清点 清点 点是 就是一点两点的点 那么清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清楚地数一下 叫做清点 比如说 仓库里的货物 要仔细地清点一下 到底有多少 就是清楚地给它点一下 到底有多少 那么从以上我们看到了 这个清其实它可以用在很多的方面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字 当然这个清还可以 比如说用一个清字 可以表示人的品格 比如说主词清廉清贫 另外它还可以用在这个好吃的东西上 比如说有一种 这个做饭的做菜的方法 叫做清蒸 清蒸鱼 清蒸螃蟹 都是这个清 鼓励小朋友们 多多地练习 一定要学会清这个字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汉字小课堂的全部内容 稍后休息一下 来听紫菲老师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